神賜福利,今天是2002年10月28日星期三,英聚會一期 在我開始讀《著失白藍漢》弟兄的上知詞 我想閱讀這封來自外國一位弟兄的引述 他看到這個引述,並與我分享了,我也想和你們分享 我很敬虔地這樣說,恩賜和號召,是沒有悔改的 這將會,在智慧教會中有一份恩賜,確實如此 你看看,先知的恩賜在世界建立之前就已經制定了 除非我死,法則永遠都不會 他會從我到其他人,你看看 這三位見證人,道林大編號,五一長橫,07-200,約失白藍漢弟兄 讚美主,因此我們知道,先知的恩賜在世界建立之前就已經制定了 除非我死,法則我永遠都不會 他會從我們到其他人,今天我們要聽到約失白藍漢弟兄的內信 願你平安的新娘,整個世界從未如此焦慮過 他們是如此擔心,我會染上新冠狀病毒嗎? 他們什麼時候才有疫苗嗎? 如果戴口罩,我會安全嗎? 社交距離有效嗎? 誰告訴我們真相,科學家,醫生,媒體 他們都有些不同的說法 而且大家互相都不同意 我們相信誰 每一個人都大喊大叫,戰鬥和思考 誰能成為下一位美國總統? 他會拯救經濟嗎? 事情會呼呼正常嗎? 他會停止這種大流行嗎? 我們需要一個救世主 我們需要一個領導者來帶領我們擺脫這個群境 他們正在努力與家人準備感恩節的假期 以放鬆的心情 期待彼此購買禮物 並為聖誕節放上裝飾物 新年快到了 我們翻開新的一頁 我們會沒事的 很快就會呼籲正常 我們總是會回來 但是新娘就沒有煩惱 沒有恐懼 也沒有試圖決定哪一個 告訴我們的真相 我們只是放鬆 並且為即將來到的備題做好準備 我們一起坐在天上的地方 聆聽我們神所提供的領導者 祂的聖靈 通過祂的第七位天使使者說話 祂以耶穌基督啟示作為背景 將第二個高潮 達到這個訊息 讓我們永遠不要忘記感謝神 讚美祂 一夜不停地敬拜祂 沒有事需要恐懼祂的小心 你是今天活生生的度 記住 這個不是你的度 而是神的度 祂的度永遠都不會錯誤 你是祂預定的二女 當祂說出祂的度 當祂說出祂的度 時 請祂相信 約十八南韓帝兄 約十八南韓帝兄 讚美主 這就是2022年10月28日 星期三的信 直到下一次 神保守你 不要害怕 並記住你是誰 我們今天在聽的是什麼呢 神通過祂的第七位天使 是先知是者 提供了聖靈 祂永遠都不會錯誤 讚美主 願你平安 十一刻 雖然 Як露得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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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